169 新聞神報 去美國看看車市微增長的正確使用方法 2015年7月15日車上C01烏斯賠548 7月已過半,國內各大汽車品牌2015年上半年的 銷量統計紛紛出爐,在總體趨勢放緩的大環境下 也是極加歡喜極加愁,但是 就跟國內股市從內不說紅市而用萬牛一樣 國內汽車業內活學活用了微增長這個詞 銷量從增長百分之十以內到下跌百分之四十以內都可以說成是微增長 那些破黑臉的老闆看到這個詞就會笑而不語了 那微增長的正確用法應該是什麽樣的呢? 2015年上半年,美國市場銷量前十位的豪華汽車品牌 其中銷量為九十三點五萬糧,同比增長百分之八點七 相較國內市場之前幾年凍結百分之八十的增長量 這個數字被稱為微增長還是很貼切的 美國市場銷量前十位的豪華汽車品牌排名和第一季度一致 仍然是保馬、賓慈、呂克薩斯、奧迪、周哥、海迪拉克、英菲尼迪、林肯、直炮魯虎和旭爾旭 排名第一的保馬上半年在美國的銷量達到了創紀錄的十六萬八千六百二十三量 增長了百分之七點一 佔據了美國豪華汽車市場的領先位置 僅除其後的賓慈也已銷售十六萬四千五百零四量 增長百分之八點八的成績刷新了自己的紀錄 雷克薩斯則是上半年在美國銷量增速最高的豪華品牌之一 今年曾有個別月份銷量超過排名第二的賓慈 第一季度累計銷量僅比賓慈落後不足一千兩 上半年也已近十五點九萬兩的銷售成績只相差賓慈六千兩 不到去年同期一點三萬兩差距的一半 奧迪長期以來在美國市場的表現一直是不溫不火 但在近幾年有了突破 奧迪在美國市場已連續五十四個月銷量還比創紀錄了 上升勢頭強勁 截至今年六月,奧迪已賣出九點四萬輛車 直接站上了豪華車市場第四的位置 照這樣下去,美國豪華車市場的排名 龍不好也要跟中國市場一樣被得係三強佔領了 第五名的扣哥在美國市場 連累計銷量僅隨達到87087輛 同比增長11.7% 第六名的海迪拉克類計美國銷量同比下滑 1.5%至80899輛 累計銷量中只有X與CTS 仍下滑,其餘五款車型實現不同程度增長 排名第七的英菲尼迪類計在美國銷量達到64,280輛 去年同期59,341輛 同比提高了8.3% 第八的林肯品牌6月美國銷量同比攀升了14.5% 達到8326輛 上半年該品牌累計美國銷量為47,112輛 同比增長5.8% 第九名的截炮老虎6月份在美國市場銷量為5860輛 去年6月銷量5,301輛 同比增長10.5% 上半年直炮老虎在美國市場銷量為40,148輛 去年同期銷量34,503輛 同比增長16.4% 第十維的族以族2015年上半年銷量29,366輛 同比增長0.1% 6月在美國市場銷售銷量為5985輛 去年6月銷量5983輛 基本持平 回頭在韓國內市場 高盛日前發布最新報告 將中國內地汽車市場今明兩年增速 預期分別下調1.5和1個百分點至9.5和8 預計2017年增速將進一步下滑至7% 可以預計的是 中國車市的減緩可能還將持續 並且成為常態 到那時下還會有人記得未增長嗎?